嗨!大家好,我是愛莉莎莎 反正呢,我前幾天就有在我的影片裡面 有推薦過幾個我覺得算得很準的算命嘛 然後其實這三年來 我一直陸陸續續都有在推薦如荫老師這個人 然後我個人也給他算過四五十次以上 其實老師他是在今年的年初 才決定說他要來開課程的 那我當然一定是強力推薦嘛 可是呢,在我分享過如荫老師的東西之後 我就發現,哇! 他整個在那個低咖上面就是被罵得很慘 像是4月1號的時候有一篇就是什麼很紅但是很雷的塔羅老師啊 然後就說老師態度不好啊,老師遲到啊 然後什麼滑手機之類的事情 對,可是其實呢,網路上也有很多人是覺得 如荫老師其實沒有他們說的那麼不好 我上次跟朋友去算感覺還不錯 雖然也有被上一組客人拖到時間 但是如荫老師他也沒有趕著結束 不知道還能問什麼的時候呢 如荫老師還會主動針對我的問題 看看能幫我看什麼 然後又有人會說平行報導一下 我自己有給這位老師算過 那樓上說的這些態度呢,我都沒有遇到 老師從頭到尾都很親切 回答問題也是直接講重點的方式 那我來說看我自己的經驗好了 就是當然我去找過如荫老師非常多次 那我也推薦過非常非常多我身邊的朋友啊 去找如荫老師算 大家的反饋也都是還不錯的 真的幫到大家很多忙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哇! 怎麼我自己的經驗 會跟就是低咖上面這些人的經驗差這麼多呢? 所以我今天想說,好! 那我們就直接請如荫老師來幫我們解答 歡迎如荫老師親自來為這件事情解釋 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 好,那我自己先來回應一個低咖上面有人在問我的問題好了 他說有沒有可能莎莎也有抽成 就是她幫忙廣告,她是幕後老闆 很多人都回說什麼,喔!對呀!她應該是有 不確定怎麼談合作 只能請她本人說明了 OK!我本人來說明 這三年呢認識老師 來!有沒有跟你抽成過 沒有 這很遠慌啊! 為什麼不合作 因為如荫老師她通常算一個客戶也就是 500元 30分鐘,800元,1000元 但是如荫老師就一個人一次500元 我是要抽什麼呢?我就覺得這樣很low耶! 然後還有就是大家都知道 如荫老師這一檔的塔羅牌客 我有說我有在旁監製 對 那來這個監製是不是也是完全沒有任何費用的 因為老師以前幫過我太多事情了 無論是在我的事業低潮的時候 或是在我的感情 以前就是處理得很不好 然後在那裡哭得要死的時候 每次都是得到如荫老師的幫助 所以讓我度過難關的 所以這一次就是如荫老師她有一個課程 那剛好我覺得課程是我最大最大的強項 因為我自己做過一個賣得超級好的課程 然後評價也很好,你們看 4.9顆星 所以我想說那我這一塊可以幫助到老師的時候 我一定會竭盡我所能去幫助 不是大家所想的這種一定要什麼利益啊 當然前一部這個影片 我們有放如荫老師的連結 那當然是要給我一些製作費的 這個是沒錯的 因為我製作影片真的需要非常多的費用 跟花很多的時間 我的部分結束了 那就來回答這個如荫老師的部分 好,來了來了來了 我們先來回應那個4月1號的時候 你跟Joeman拍完影片之後 我是覺得我有責任啦 因為Joeman那時候打電話問我說 莎莎我知道你很常穿塔羅牌 你有沒有推薦的老師 我說有,如荫老師 結果如荫老師一露出之後 其實他原本就很滿 可是後來就變超飽 立刻就有人來投訴 說很紅但很雷的塔羅牌老師 才雷了點如下 第一,老師大遲到態度差 然後過程中還不斷滑手機 抵達的時候17點25分 然後老師還在上一個客人 結果老師就手一揮說 啊沒有,他還在講話 所以他就在外面等了15分鐘這樣 然後進去之後 他問的問題就是 他這兩年有可能會結婚嗎? 老師就說 你覺得塔羅有可能算那麼久以後嗎? 然後你就不停質疑他的問題 叫他洗牌 然後他不太確定怎麼洗 然後你也沒有告訴他 最後呢就是他買的方案 是30分鐘800元的 所以其實他有計時 那他記得當時其實問一兩題 他就想出去了 但為了800元 他還是在硬撐這樣子 最後出去的時候才29分 所以意思是說還不到30分 對,一個一個講 好,先就準時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也要為他說抱歉 但是我的立場是 每一位客戶其實 我真的沒有辦法那麼精準的抓他的時間 不管從國外來的 或者是有路況的問題 第二個部分是 有時候客戶的情緒 15分到了 可能他現在情緒很滿的時候 他在哭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辦法講說 小姐不好意思 我時間到了 你可能要離開了 因為我下一個客戶到了 我知道有一些占卜者是 按計時器跟時間到了以後 可能就驅趕客戶 除非你要再加持 可是我自己個人是一個 非常不習慣去做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會盡量在客戶業的時間 盡量完整的回答他最多的問題 我常常都覺得說 不管是15分鐘也好 30分鐘也好 我都非常非常盡力的去 幫你找到問題 理清問題去解決你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的講話速度會不會很快 我會不會很急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其實並更在乎你的時間 因為我不是一個喜歡 拖客戶時間的人 我也不喜歡 家常客戶時間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真的有時候 會去造成到下一個的狀況 因為有時候 你真的在那個角色裡面 每一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故事 可能我自己拍機婆 覺得好 現在他需要一些幫忙 對 那所以可能會造成 下一個客戶 會覺得他的不愉快 這一點我會覺得說 是我的問題 要道歉的部分 我現在也只能 對之後的客戶 可能更嚴謹了 因為如果之後 可能遲到 我可能也必須要盡量的 在一定的時間裡面 必須要結束我們的資訊 在過去服務上面 讓你覺得不舒服的 我覺得 真的也歡迎 你可以自電給我們 不管想要要求退款 或者是想要重新占卜 我們都欣然接受 好佛喔 我有跟老師建議說 因為其實像我媽媽 她以前是心理諮商師 可是因為他們 那都是一個機構 所以他們機構 是有很明確的規範 就是你一進去就是計時 那你時間一到 因為自從我 久面推薦過 大家可能會覺得老師 就是一個 要做到很精實的企業 但是其實老師 原本就是一個 個人的小占卜工作室 其實老師 也沒有什麼 預約小幫手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當客戶爆量的時候 然後加上老師那個 菩薩心腸有時候會爆發 那我覺得我可能也有一部分責任 因為其實老師原本的客戶 是控制得很好的 但自從我的推薦之後呢 那可能老師這方面也沒有控制好 所以我們就一起改進 好嗎? 那那個 有客人說 跟那個如影老師算命的時候 老師有時候會滑手機 我先講一下 我自己跟如影老師算命的狀況 老師必須會滑手機 有一次我是看到你在滑那個 奇門鈍甲 因為老師他也懂 算奇門鈍甲 然後老師也有用奇門鈍甲 來幫我佈過一些症 結果我要跟一個男生要分開 分不掉 然後老師又幫我佈一個斷元症 然後哇! 我跟這個男生徹底 就當晚就斷掉了 結果他在看那個塔羅牌的時候 他都會配手機雙開 用兩種的算命系統 來幫你看你的命格 當時我又看到 喔原來如影老師 他是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後來滑手機 我就給他滑 因為這樣一定算得更準 我還有另外一次看到你滑手機 你是在幫我叫飲料 其實我們真的 訓極量真的太多了 曾經有個客戶跟我講說 欸如影你沒有接我電話 你知道嗎 我差點從二樓跳下去 我如果跳死了 以後你真的要負責任 或者他現在找不到路 那怎麼辦 那你要不要跟他說 如果他現在不來的話 他下面又完全delay了 那可能也有人說 老師那你這樣子 會很不專心 但是我真的可以對一天發誓 我在每一次 在回答客戶的問題的時候 我絕對是一個非常非常專注的 我在滑手機的時候 第一他也滿就是在洗牌的時候 他在洗牌的時候 當你發現你的專注 不夠強烈的時候 我還會提醒你 欸你要專心想你的問題 這就是我的風格 當然是自從被抱怨以後 我的團隊也跟我講說 不能再這樣 喔好吧 那我就真的幾乎 沒有做這件事情了 因為我確實也造成 觀感不舒服 這件事情我覺得 是可以接受的 那當然也有人說 欸我真的太忙了 所以品質服務 其實不夠周全 我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有造成你們的不舒服 不開心的 欸我真的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歡迎你們再預約一次 我免費送一次戰 喔 其實只要有人覺得 服務不夠周到的 其實他只要跟我們反映以後 我們一定立刻去處理 馬上當下去退款的 絕對沒有占到別人的便宜 因為這就不是我的個性啊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這個老師講話很犀利 或者講話很快 我也跟客戶解釋喔 我講話快 是因為我希望在這樣的時間 能解決你更多的問題 想想看有時候 一個問題15分鐘 可是你描述你的故事 已經描述了5分鐘 你還要洗牌 然後你還要問問題 其實我比你更在乎你的時間欸 所以我不是一個 希望你花很多錢來這邊消費 然後你慢慢聊慢慢談 有些客戶問了他一個問題 我說欸我覺得你的問題 應該不用到一個小時吧 那30分鐘就可以了 他說是嗎那怎麼辦 我還是收30分鐘的費用啊 然後呢還有一個就是這幾天PO出來的說 有一次呢他就跟同事一起去找你 就說你從頭到尾臉臭到不行 然後中間還講了一些不符合他的現況 你說他很挑工作啊穩定性不高啊 他說可是他是社畜欸 每份工作也都會做一年以上 過程中因為他沒有算過塔羅 會錯意所說的時間長短 不小心設定太長 需要重新洗牌 然後結果你就用很無奈的口氣叫他專心點 後來會聊到轉職的工作 他說會一直加班 心很累我無法適應他 我就說我平常加班 真的沒差 後來你就停頓了一下又改考說 未來轉職的加班 是沒有成就感的加班 我看完他寫都有點看不太懂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大的現狀 你看喔 有時候並不是每一個人 在陳述他的故事 或者他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這麼樣的完整的 很多人都覺得我臉臭 可是我想真的想講的是 在每一個問題的狀況 你的人生 我必須要兩分鐘 要去釐清你的問題 再去想我的排證 解決你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如果臉臭 是因為我本來長的可能就是這樣 應該說 我平常跟老師算牌的時候 老師的臉其實也是 嚴肅 嚴肅的 因為老師平常跟我講話說 比較和愛可親 可是他算牌的時候 他會整個進到一個模式裡面 很震驚這樣 你在那個狀態下 就幾乎不會跟他開任何玩笑 因為他會非常非常認真 然後我們都會說 欸老師上身了 老師上身 他說每個工作都一年以上 其實穩定性 每個人的標準不一樣啦 對我來講塔羅牌 其實是在解決你自己個性的問題 當你自己個性的挑戰了以後 你的運勢都會改變的 我不確定當時是怎麼樣的狀況 有沒有可能 你現在狀況是這樣 那你再換了 可能也是這樣 你的加班 一樣是讓你沒有成就感的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問客戶 那你想要的是什麼 對我來講塔羅牌 他就很像一個老師 其實很多人 你都可以更好的 所以我都會很想要去幫 幫你找到你的個性中的問題點 對 那才是解決你真的生命的問題的 而不是只是透油換工作 因為個性沒有改變 你的結果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沒有臉抽 只是可能我很嚴謹的在回答問 每一個個案有太多的狀況 有可能他是一個詐騙集團 他有可能是小三 對我來講 我在這個位置上面 我就是一個要非常客觀的解排 你現在的狀況 其實我是不可以有任何的情緒的 我覺得很像新聞主播 今天不管他在播報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或是很悲傷的事情 其實你的態度都是一樣的 對我來講 這叫做我的專業 所以如果當你情緒不好 你想要找一個人抱抱你去拍拍你 說真的不適合來找我 老師比較是解決問題派 跟找出問題核心的那一派 偷拍的觀眾不要去找你對不對 真的不要來找我 我覺得老師走的比較不是療癒路線 他走的真的是抓龍路線 跟我一樣 跟妳很像 因為我抓老師那個塔羅克的過程的時候 我很兇欸 你們這個地方怎麼這樣寫啊 不夠具體這個地方要改 我平常跟老師講 老師 但是這也是我覺得 欸塔羅最好玩的是 真的是可以解決你人生的問題 命理工具有太多太多種了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改變命運的話 你真的可以試試塔羅牌給你的建議 他就很像在高處一樣 告訴你 欸前面塞車你還要走嗎 那你要不要轉彎一下 要不要找一個比較順暢的路 當然我常常也跟個案說 如果你人生你想要去鍛鍊一下你自己的肌耐力 去走這一招也沒有不好的 有人問說 那你們有附塔羅牌嗎 如果要買的話 要買哪一版的塔羅牌 我們買的是 韋特原裝進口塔羅牌 為什麼用這一組牌呢 是因為它其實是最原始跟最純粹的 所以在初學者其實用這一副牌 其實是可以把很多的元素 可以更完整的學習的 這一張牌啊 是聖輩國王 那這張牌對我來講 其實它是一個全世界最好的 好先生好爸爸的角色 所以如果在情感上收到這一張牌呢 它表示它是一個非常非常認真對待你的 也會是非常非常疼你 聖輩其實在塔羅牌是一個水的元素 它代表的就是一個情感的 那國王呢 就已經是一個情感最滿的一種狀況 可是為什麼聖輩國王是情感最滿的呢 你看到他穿的衣服藍色的 跟他腳上面全部都是一個河流 其實它是一個情感非常非常豐盛 就是水元素爆棚 水元素非常多 然後呢 這個杯子我願意給你 有沒有 而且你看他的眼神 他其實眼光都是在你身上的 就是你每次聽老師講完一張牌的故事之後 你其實不需要去死杯 因為我以前看書的時候 我都要用死杯 啊啊啊啊 那個聖輩國王代表是情感 然後很滿 可是你聽完老師講故事 你以後看到他就是 喔好丈夫好爸爸好情人 全身貫注的對你 老師講的會跟我以前自學的時候 看書的狀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張牌 老師那時候幫我算有一個男的 老師說你看這個男的 他手上已經拿了一個地球儀了 然後他還是在看著外面這個海洋 眼光是往外面看的 他不是往地球一看的 所以這張牌的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已經擁有一切了 可是他還是在往外看 所以當你如果交往 然後你抽到這張牌 NO NO 他還要再看看 這個有點像吃著自己的玩 在看別人的 對對對 但是如果這張牌放在建議牌的時候 他覺得很好用啊 也就是說你要再多看看 不要那麼快就投入進去 也有可能你有更好 或更適合的對象出現 所以我覺得塔羅牌 好像每一張牌都不用那麼覺得 他是一個死期 他是一個很活的 看到這張牌的時候 要去看看 為什麼他還在觀望的點 欸如果抽出了寶劍果王這張牌 這張牌其實就是非常理智啊 很像工程腦 也就是說他表示他很頭腦的 在評估你啊 他就會看你們很多東西 你適不適合 包括你的想法 你們的價值觀 可是你的工作 你跟他家人合不合 他會想很多 一個一個評分 他比較不是感覺派的 對他會很理性 但是如果說你要贏得這樣的人的心理呢 你就要知道 當你的表現要夠好的時候 夠讓他覺得你值得的時候 他馬上選擇 嗯 塔羅牌算的是 你現在這樣子的心態 會遇到的結果 而不是說這個結果是死的 對 所以你只要調整一下 那個結果就會改變 不一樣 我覺得這也是我真的很喜歡塔羅牌的原因 因為改變結果 改變你人生的劇本 那才是一個很有趣的事啊 而不是只是覺得 噢 你就是這樣 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 那所以意思叫我說跟他分手嗎 莎莎也問過這樣的問題 但是我 我不會跟你講說 你到底要選擇什麼 我只會告訴你 你走這一條路 結果是什麼 但最後的選擇 一定還是落在你自己手上 延伸一下這一題 因為也有人問說 幫人家算命會折瘦啊 或者說什麼 幫人家算命會不會承擔別人的業力 那老師通常跟我講的答案 就是說不會 我覺得塔羅牌很有意思的 他會告訴你走這樣子的路 會有這樣的結果 但是他比較不會告訴你 你35歲一定離婚 你在40歲的時候 可能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他不是所謂的洩漏天際 你所有的問題 都是問事者準備好來問問題的 所以不是 我跟你說 莎莎你明天會跌倒 所以你明天不要出門 這個可能就叫做介入 可是所有的塔羅牌是透由你的問事 你來尋求答案 所以塔羅只是一個解讀者 不要把他想的太太宿命 對我來講 這就是一個趨吉必凶 如果這條路是走對的方向 那我是不是要更努力 如果這條路可以更好 那我會把他稍微修正一下 這才你有辦法達到我最終的圓滿人生的境界 你有沒有發現說 你每一次在問完了以後 我真的覺得你會成功的原因 是你調整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你馬上可以抓到這種點馬上改變 你看他家做板橋 我們在抓到東路 你知道嗎 我還沒有回到家的時候 莎莎已經把所有剛剛給他的建議 已經寫下來他要怎麼去調整 所以其實我常常都覺得 我們看到一個人的成功 因為他們改變速度的行動力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覺得 連我都要跟他們學習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一個行動力很強的人 其實現在的我 其實很隨性的在過我的人生 所以我才不會把很多事情 都好像弄得規矩框架這麼多 然後如果想要買這個課程的話 也可以去連結裡面 就是我們都會有一個折扣嘛 大家可以在這邊購買 大家再見 掰掰